各位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已经挺长时间没有波音飞机的消息了 人们大概似乎都忘了 大概两年之前波音由于连续两架飞机坠落 导致整个波音在全球停飞的情况了 到今天为止啊 波音公司还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切的说法 为什么这两架飞机会坠落 而且这两架飞机上几百人的丧生 到今天还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赔偿 当然对波音来讲打击也是巨大的 两架飞机坠毁之后全球停飞啊 本来波音737 MAX这款飞机卖的是很好的 产能都排到后年了 全球拿了几千架的订单 然而就因为波音集团内部的急功近率 导致了一个不成熟的产品 被过早的推向了市场 以至于量场空难的发生 那么这几千架订单 那几乎就是化为泡影了 而且波音的产能还不能停 产能停了损失更大 所以一方面没有订单 另一方面波音每天只能继续生产大量的飞机 以至于停机坪停机场都停不满飞机了 而最近波音公司可算是判出点曙光了 前不久 欧洲民航管理机构和波音连续做了多次的测试 这几次测试 让欧洲民航管理机构感觉很满意 他们说 很有可能到今年年底 就能允许波音公司付飞 这对波音来讲 确实是一个强心针 要知道连美国民航管理机构都没让你付飞 欧洲竟然率先表示可能允许你付飞 确实是个好事 波音股价也因此而有了一个小小的涨幅 对于全球各大航空公司来讲 他们却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为什么 一方面咱们清楚 由于疫情的影响 今天全球各大航空公司都在亏本 疫情之前全球民航业是一直蓬勃发展 大量的公司缺飞机缺计时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买飞机来挖跳槽的人 结果这个疫情一来 跨国之间的旅行几乎就停掉了 像韩国说 他们每个月访韩客人 已经下落了原来的百分之一了 而国内的民航航线也没有太多客员 以至于有的国家甚至推出那种无目的地航班 什么意思 为了缓解很多人长时间做不了飞机的苦恼 你在我这个地场登机 上去飞一圈 飞一个小时两小时回来的时候 还在我这个地场下来 就是为了让你感受一下 坐飞机是什么感觉 这样一个状态 大量的空姐机师失业 大量的飞机被封存 航空公司自己能不破产就不错了 哪还有闲钱买新的客机 而且对于很多航空公司来讲 本来我跟波音订了很多架飞机 正好你出这个事了 你看各国航空都不让你飞 所以我可以堂而皇之的要求取消订单 可是如果欧洲美国相继允许波音付飞 那么对不起 恐怕波音生产出那些机型就得交付了 交付你就得花钱了 所以对于各大航空公司来讲 他们还真是盼着波音能够再停飞一段时间才好 而且对于广大的航空乘客来讲 这也是个问题 因为大家挥之不去的梦魇就是 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 刚刚推出它一两年 竟然接二连三的掉下来 而到今天为止 波音没有给诗人一个交代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甚至波音公司打算把Mac取消掉 以后都称7378型客机 以便不让人回想起这个痛苦的经历 所以对于广大乘客来讲 以后可能要多一道手续了 在你买机票的时候 一定要反复询问航空公司 我承坐的这个机型是什么机型 是空客还是波音 如果是波音 是不是这款掉下来过的机型 甚至我们也知道 有很多航空公司 由于资源调配的情况 经常现在会换机型 因此我们也正在提醒很多乘客 如果你真的对波音这款机型 比较敏感的话 那么今年年以后 如果它真的在全球多个市场付飞 你买机票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询问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